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政也跟人宁着来 跟常识宁着来 跟科学也宁着来 跟市场还宁着来 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是不是很快乐呢 脂肪姐姐光笑不说话 我跟脂肪姐姐说我发现了个奇怪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相信西方人制造的产品 却不相信西方人说的话 相信中国人说的话 却不相信中国人制造的产品 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脂肪姐姐说 估计生产优质产品的人喜欢说假话 而生产劣质产品的人喜欢说真话 我问脂肪姐姐最近在读什么书呢 脂肪姐姐说 又看了一遍人间诗格 我问 好看吗 脂肪姐姐说 好看 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一生善良 没有做过一件坏事 可人间疾苦 没有一件放过我 人间是个好地方 但下辈子不来了 跟脂肪姐姐聊病毒 我说 我搜了一下 各类病毒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几十亿个年头了 脂肪姐姐说 这回遇上杠头了 我问脂肪姐姐当初为什么要从欧洲回来 脂肪姐姐说 渴望在母语中生活 我问 那现在呢 她说 在母语中流亡 我问脂肪姐姐 严宁那么年轻 那么好的一个女科学家 为什么去了美国呢 脂肪姐姐告诉我 唯银屋的两句诗 是想种桃树的 虽有桃核 桃有林 人间粪土 种不生 跟脂肪姐姐聊长城 我说 在国内的时候 我去过 真宏伟啊 我觉得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脂肪姐姐说 你可以认为是骄傲 但万喜良 认为这是灾难 我问 万喜良是谁啊 脂肪姐姐说 孟江女她老公 跟脂肪姐姐聊我的老家浙江 脂肪姐姐说 你们浙江的周家可不得了啊 最适合生三胎 关于周家生三胎的励志故事 比比皆是 我说 我咋不知道呢 脂肪姐姐说 你听我给你数 上一次 浙江周家三兄弟 是周树仁 周作仁 周建仁 三个人一起 意义生辉啊 几年前又出了个三兄弟 周元庚 周元兴 周元清 元庚 还有一个官名 叫永康 当下最出名的三兄弟 叫周文勇 周建勇 周江勇 这个周江勇 不得了 从傅县长 到省不及 一路贪污 一直贪了二十年 我专门在专题片 零容人里 看了他 好家伙 从容不迫 侃侃而谈 不光是他 里面所有的贪官 都是从容不迫 侃侃而谈 不由的就想起 林语堂那番话 那些满清的贪官污吏 却是极其文雅的 他们有洪亮的声音 雍容的态度 有口音韵 铿锵的官话 出口成文的谈吐 他们虽然贪污 纳慧 却能够使你觉得 贪污 纳慧 是一种风雅的事 并不龌龊 卑鄙 不但伸手拿钱的人 可以无愧 就是送钱的人 也觉得几分光 我们下水份的词 不可能 我再次留有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